《屠殺》一書作者伊森·葛特曼 指控台北市長柯文哲 卷入器官移植風波 掀起正南波蘭 在喧嚷一週後 八日清晨 他也從桃園機場離境 即使遭到柯文哲控告 也遭到北檢傳話運訊 葛特曼仍旧坚持自身立場 不过遭到質疑的柯文哲 可就不这么认为了 我在美国住过 我非常知道美国的文化 在美国没有随便 说人家lire这个自由 对于骗子一词 柯文哲耿耿于怀 葛特曼吹咒的北市选情 反映在最新民调上 柯文哲不受器官移植争影响 支持度不减反身 与对手丁手中及姚文哲 拉开差距 外界更直指 葛特曼儼然成了柯文哲的 最佳助选员 民调又不是我做的 不然民调的解读 本来就是一 都是事后去穿着互惠 这很难 这很难 很难说明 我不晓得 老话一句淡定看民调 毕竟未到开票日 谁也不能太自信 眼前器官移植争议 随着葛特曼离境 风波看似暂时平息 回归选战主轴 市政成绩单 人事关键要素 关于新闻 苏鸿杰定上陈 台北报导